這一節警訊節目一回來 Ruby就會帶大家 去到大閣咀一個商場 參加一個非常有意義的頒獎典禮 一張張興奮的少年 一個個穿著整齊制服的警務人員 這麼熱鬧的場面 大家又想不想到這是什麼活動呢? 沒錯, 就是好善文獎頒獎典禮 稍後就會有幾十位得獎的好善文 上台獲獎 這一期也就是2018年 第二期好善文獎頒獎典禮的主禮嘉賓友 香港警務署行動署署長蕭澤儀先生 破滅罪行委員會成員林健康先生 以及香港總商會總裁袁沙黎女士 好善文獎除了表揚有使命感 以及建議勇為的市民之外 更加有助提高公眾的防罪 以及滅罪的意識 鼓勵大家守望相助 今天一共有39位市民獲頒發好市民獎 這39位好市民來自不同的行業 亦都包括有年僅15歲的學生 以及退休人士 當中獲選為2018年度全年好市民獎的得獎者 在案中更加憑著悲凡的智慧和主動性 協助找出被性侵犯的受害人 並且舉報案件 最後將疑犯承之於法 破滅罪行委員會的主要任務 是與警隊攜手撲滅罪行 隨著社會的發展 市民的生活質素不斷進步 對各方面的期望 亦都不斷提升 警隊面對的挑戰亦都越來越多 資訊科技發達的時代 犯罪的手法層出不窮 甚至跨越城市和各界 在警民通力合作之下 香港的罪案數字 在過去數年持續下降 而2018年整體的罪案數字 更是自1974年以來的伸低 有這樣的成績 值得我們每一位香港市民的鼓舞 要成為好市民獎得獎者 就必須曾經積極和英勇敢協助警方 防止和偵查罪案 以及逮捕罪犯 對案件調查起到關鍵作用 而19歲的澤家寶就是其中之一 恭喜你, 家寶 我知道你在2018年 協助警方拘捕了一名游蕩的男子 其實當時的情況是怎樣的? 當時我在去廁所 發現隔壁的男人的行為不太妥 而且拿著手機的方法很古怪 所以我就跟著他出廁所 沒多久, 有一個途人進去廁所 這個男人又跟著進去 等待會兒 啟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的, 我們在這裡等他吧 好 就是他 剛才你在廁所做什麼? 我…沒事 沒事?拿你的電話出來給我看看 爸爸, 拿出來吧 我沒心的 拿出來吧 別動了, 報警 於是我在外面等他出來 問他可否看看他的手機裡面的照片 他就說很害怕, 而且不是有新的 然後就逃跑 我和那位逃人就從後面追著他 並且報警 為什麼你會跟著他? 你不怕有危險嗎? 雖然意識到有一定危險 還有有點害怕 但是我想一趟究竟 於是我就保持他來觀察他 這次很榮幸 也很開心可以拿到好市民獎 謝謝警方頒這個獎給我 也謝謝協助過我的警察朋友 還有跟我一起捉住那位男子的先生 令到不法之徒得到應得的情況 沒錯, 根據香港法例 任何人在公眾地方 又或者建築物的共用部分遊蕩 意圖干犯可大捕罪行 又或者故意防擾他人使用這個地方 即屬犯罪 一經定罪 最高可以被判罰款港幣一萬元 以及監禁六個月 這次的得獎者當中 也有不少自破盜竊 偷拍等等的案件 而最年輕的得獎者 只有十五歲 我們警方繼續鼓勵市民 向我們舉報罪案和挺身作證 讓罪犯可以成之於法 我們下次好市民獎頒獎典禮再見